Sherry Young 问我道 哎 老虎 你是见多识广的人 依你所见 这山神的本来面目会是什么呢 咱们是否有把墨穿过这座葫芦洞呢 我对Sherry Young和胖鼠 哎呀 依我所见 那黑面山神脸上长有硬毛 面部毫生气 必定就是个住在山洞里的数千年老僵尸经 而且身上有大量尸毒 那祭台上的魔绘含义十分清楚 一人捉了大蝉杵 用肠肝掉进洞去 并不是被什么东西吃掉 而是由于蝉杵体内本身便有毒线 一旦遇到更猛恶的毒气攻击 便会通过背后的毒线放毒对抗 最后被尸毒耗尽了精血 所以拿出来的时候才成了癞蛤蟆肉干了 只有这样又使那老僵尸 把尸毒暂时放尽 再用黄金面具震住它 才有可能从这葫芦洞里通过 平日里若是没有这套手段 不知底细的外人一进洞就不免中了尸毒而死了 从前在云南就有过这样的民间传说 我这推论有理有据 可不是我胡编乱造的 不过那种死飘的浮尸 我可真说不出来 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不知道那些女尸 与那千年老粽子经 能彻上什么关系 胖子虽然并非外强中竿的祸子 但是此刻 听我说有三千年前的老僵尸经 也有些发絮 毕竟那些东西谁也没见 凭黑驴蹄子和糯米 谁有把握能搞得定呢 于是胖子便说道 哎呀我说胡着没 你刚才说什么强龙不压地头蛇 这话说得太好了 说得在理呀 甭管怎么说 那老僵尸在这住了这么多年了 也没违法乱纪 也没在社会上捣乱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人家是大大的良民 没招过谁也没惹过谁 如果咱非要跟人家过不去 硬要从这里强行通过 凭咱们的身手也不是不行 可那就显得咱们不明白势力了 我看咱们不如绕路过去 互相给个面子 各自相安无事也就完了 Sherry阳说道 用蝉锄消耗掉洞中的毒气这件事 十分有可能 但我看未必有什么老僵尸成静 古人又怎么会把僵尸当作山神呢 这绝不可能 只是水底出现的那句裸诗 隐隐笼罩了一层幽明的光运之中 一出现就会使人感觉到一阵莫名的忧伤 像是有某种强烈的怨念 看样子前面的洞里会有更多 不知其中有什么名堂 这却不得不防 我和胖子听得山瑞阳说裸诗二字 同声惊呼 光屁股女诗 我自知失言 急忙用手无嘴 却已经完了 心中甚是奇怪 嘿 怎么胖子这家伙跟我说一样的话 而且连一个字都不差 这丝真够流氓的 是才由于事出突然 我并未注意看女诗是否赤裸身体 只是看那身形甚是年轻 身上拢着一层冷漆漆的白光 现在回想起来 好像确实是具裸诗 可她为什么不穿衣服呢 难道被水泡烂了 就算真是僵尸 光光溜溜的倒也香艳 我好奇心起 突然产生了一种想再仔细看看的念头 我觉得刚才说出那句光屁股女诗的话有些尴尬 于是假装咳了两声 开口对施爱瑞阳和胖子说 哎呀 已经来到此地 岂有不尽反退之力 你们要是够胆色 就跟我戴上防空面具 钻进这葫芦洞的最后一段 管他什么鬼魅僵尸呢 都用黑驴蹄子连窝端掉 咱们来个单刀直入 直倒陷亡的老巢 不管这洞中有什么 只要咱们不怕牺牲排除万难 就一定能够争取到最后的胜利 胖子是个心里装不住室的人 这时候显得有些激动 一拍大腿说道 就这么着了 陈教授那老爷子的性命 就在旦夕之间了 容不得再耽搁了 咱们救人就到底 送佛送到夕 重任在间 使我们不能再停步步前了 打铁要趁热才能成功 这就是最后的斗争 英特纳雄内尔就一定会实现 山凶水险 挡不住雄心壮志 天高云淡 架不住英机长空吧 明天早上朝霞升起的时候 咱们就要带着胜利的喜悦 返回阔别已久的家园 回想那战斗的日日夜夜 胸怀中激情未消 我们要向祖国母亲庄严的汇报 为了人类的幸福 我和胖子突然变得叽叽起来 使得Sherry杨有些莫名其妙 用好奇的目光看着我们 我见胖子唠叨个没完 急忙暗中扯着他一把 低声说道 厕所里摔罐子 就属你臭词乱费 装那么什么损 你不就是想看看裸实吗 甭废话 赶紧抽上家伙开路 Sherry杨向来十分重视团队精神 始终认为三人之间所有的事情都应该开诚不公 见我又和胖子低声嘀咕 便问我 你们两个刚才在说什么呢 我最怕被Sherry杨追问 只好顾忌重视 从背包里取出芝加哥打字机 递给Sherry杨道 前方去路恐有凶险 我这把冲锋枪先给你使 如果遇到什么不测呢 你别犹豫 抠住了板机 直观扫射就是了 Sherry杨不接 许出那只六四士 对我说 有这只手枪防伸就够了 我投民主党的票 所以是不太相信枪的 我认为武器 有时候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 M1A1还是在你和胖子手中 才能发挥比较大的作用 胖子急不可待 连声催促 我和Sherry杨动作快的 于是我们匆匆 把防毒面具和一些 用来对付僵尸的东西 取了出来 还有从玉冠中 所发现的黄金面具等技器 都装进斜行袋子 有胖子把剩余的装备 都背负了 按照化石计台上的地形 寻到葫芦洞出口的方向 这次则不再进行武装求度 倒塌的古树木化石很多 有些连成了一片 中间偶尔有些空隙 却都可以纵身越过 这样也不必担心 受到水里女尸的暗中心意 向西走出百余米 四周的红色石壁 陡然收拢 如果我们所处的洞穴 真是一个横倒的大葫芦形状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来到 库中间接口的位置了 这一切都与化石计台上 古代遗人的魔会记载 完全相同 这里由上面延伸下来的各种 粗大植物根径逐渐稀少了 空气也不再像之前那么湿热了 两个红色大盐洞中间部分的接口 已在眼前了 只是这里的石壁像镜子面一样溜滑 最后这十几米的距离 已经没有古术的化石可以落脚了 我们只好涉水而行 用登山稿用力凿进溜滑的岩壁 三个人互相拉扯着 爬上了葫芦洞中间的结合部 地下水的水平面 刚好切到这个窄洞的最底部 好像这葫芦洞是成25度角 向下横倒倾斜的 地下水流经过之后产生了落差 形成了一个水流量并不是很大的瀑布 我扒住洞口 用狼岩手电筒向下望了一望 坡度很陡 而且是弧形的 比我预想中的要伸许多 根本看不到底 最稳妥的办法 只有用岩蝎固定在这洞口处 然后放下绳索 用安全栓降下去 我让胖子安装岩蝎和登山绳 胖子问道 老胡 这东里当真有千年僵尸的尸毒吗 黑驴蹄子能管用吗 咱们可从来没经验过 万一不灵怎么办呢 我对胖子说 磨金倒斗的人 有几个没遇到过古墓中的僵尸 可能咱们就算是那为数不多的 从没遇到过僵尸的三个人 至于黑驴蹄子 能否克制住僵尸 咱们也都是道听途朔 不过既然是历代前辈们传下来的手段 想必也应该比较靠谱 实在不行了 咱们不是还有老美的M1A1吗 所以大了可不必担心 借着固定沿歇和安装登山绳的间歇 我问Sharry扬 他家组上出了很多道斗的高手 道过许多大墓 一定没少遇到过僵尸 这黑驴蹄子究竟管用不管用 如果管用 他又是利用什么原理来克制僵尸的呢 Sharry扬对我说 我可以和你打个赌 洞里的山神不会是僵尸 理由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即便是疑人 也不会把尸体作为山川河流的神灵来供奉 这种习俗中国的少数民族没有 别的国家也没有 至于黑驴蹄子能制服僵尸 这是确有其事 大概只是静电的作用吧 也许别的东西也能代替 水能载舟 也能复舟 相传黑驴蹄子 有时也会产生相反的作用 如果没有发生失变的尸体 接触到黑驴蹄子 反而会激发它加速变化 这就不知是真是假的 我听了之后 稍觉安心 现在这个洞口 就是当年疑人们用肠杆 将大铲锄掉进去的地方 里面静悄悄黑沉沉 像是个静止的黑暗世界 似乎完全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 与我们刚才经过的生命活跃的洞穴完全不同 两端的葫芦洞只不过隔着一个五六米长的街口 却判如阴阳两界生死两极 难道真有老僵石成了精吗 这时胖子已经把登山绳准备妥当 我先向下扔出一枚冷烟火 看清了高低 便戴上防毒面具 背上M1A1 顺着放下去的登山绳 从光滑的红色石壁溜了下去 洞口下 这片凹弧形的岩壁 经过地下水反复的冲刷 溜滑一场 下落了大约有十来米才到地 脚下锁力是大片湿漉漉的叠声岩 两边都是地下水 我抬头向上看去 黑暗中只能见到高处胖子与筛瑞扬两人头盔上的射疼 其余的一概看不到 我打了个信号 告诉他们下面安全 可以下来 筛瑞扬和胖子收到信号 先后用登山锁划了下来 胖子一下来就问我 有没有见到僵尸啊 你怎么还盼着遇到粽子 以后别说这种犯迹的话 万一那老僵尸经不住人面倒突然跑出来怎么办 当下我们三个人各持武器 离开中间水深的地方 在黑暗中摸索在黑暗中摸索着圆形山洞的边缘前进 洞穴中央的水极深 而且一片死寸 穹顶上有无数倒悬的红色石笋 两边是从水中凸起的跌生岩层 人可以行走其上 这些红色的石头都被渗成了半透明的颜色 射灯的光线照在上面 泛起微弱的反光 水面上 偶尔可以见到一些微小的浮游生物 看不出有毒物的迹象 我不免有些庆幸 隔了几千年了 恐怕以前把这里当作巢穴的东西早已经不复存在了 走了还不到数十米 突然发现 前面的水面上出现了一道冰冷暗淡的白色光芒 我赶紧一挥手 三个人立刻就躲到了山石后面 潜伏了起来 关闭了身上的一切光源 在黑暗中注视着那片鬼火般清冷的光芒 水中那团飘忽闪现的光团 游远而易 似乎就是一具死飘 我低声对身边的胖子说 哎 我看那水里的女士 似乎并没有发现咱们 你先瞄准了 给她一枪 然后咱们趁乱冲过去 把她打些把快 胖子对开枪的事向来不推辞 把手中的芝加哥打自己先放下 摘下背后的步枪 以跪姿三点描成一线 当即便有击法 却见水中又出现了数据浮湿 这浮湿 有的已经浮上水面 有的还在水里 都是仰面朝上 手臂和双腿向下扳曲 这姿势 说不出来的别扭 像是关节都被折断了 更为古怪的是 她们似乎不受水中浮力的控制 水中浮出来的女尸越来越多 前后不到几分钟的时间 也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这么多的死票 就连我们身后也是 数不清究竟有几千几百 死票发出了鬼气森森的白光 原本黑暗的洞穴 被那些鬼火硬的亮了起来 然而 这种亮光却使人觉得如坠寒冰地狱 止不住全身站立 杰瑞扬第一声对我胖子说 这些浮尸 好像正向某个区域集结 看样子 不是冲咱们来的 胖子见被水中的死票包围了 心中气急 把芝加哥打字机的枪击拉开 满脸凶悍地说 我看八成是要凑成一堆啊 何起伙来对付咱们呢 先下手围墙 后下手遭音 老胡 你还等什么呀 动手吧 我用手压住胖子的肩膀 把他按到石头后面 不让他莽撞行尸 三个人潜伏在山沿背后 观看那些浮尸的动静 这一日 整个山洞的大半 都被那些发出诡异光芒的浮尸应量 深不见底的地下水中层层叠叠 不知究竟有多少死票 我心中有些慌了 事先只想到有美式冲锋枪在手 已尽可以对付了 但是万万没想到啊 这里的水中竟然有成千上万的死票 就算咱们有再多十倍的弹药 怕也对付不了啊 我这脑门子上的青筋都跳了起来 好在那些死票与河里的原木差不多 一个个无知无识 缓缓地向洞穴中间的深水处聚集 我们屏住呼吸 连口大气也不敢出 这许多女尸是哪里来的呢 若说是几千年的古尸 怎么又在水中保持得如此完好呢 一点都没有腐烂 看那朦胧剔透的丰满躯体和活人也差不太多 尸体上发出阴冷清光 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我百思不得其心 只好压制住内心的狂跳 躲在黑暗的岩石阴影背后 瞪大的眼睛观看 我慢慢才看出些头绪 死票可能都是从深水处浮上来的 逐渐聚集 最集中的地方 有一大团浮在水面上空的红色气体与水面相连 遮蔽了逼人的清光 一群接一群的死票 对准那团红色云雾 张仙恐后的钻了进去 大团的红色烟雾 犹如色彩鲜艳的红色油漆 里面有些什么无法看清 但其中好似无底的大洞 大批浮尸被吸得进去 丝毫没有填满的迹象 红色的云雾 大概就是记忆台魔绘中记载的毒气吧 但魔绘已经变色了 所以开始我们以为从洞中喷出的毒是黑色 现在看来竟是如此鲜艳 世间的毒物 其颜色的艳丽程度 往往与毒性成正比 越是鲜红翠绿 色彩斑斓的东西 毒性越是猛烈 这红物不知毒性何等厉害 更是聚而不散 若不是我们都提前戴了防毒面具 难免会将毒物吸入蹊跷 中毒身亡 说来也怪 这么多死漂在水中挤成的一锅粥 却只有极微弱的流水声 此外再也没有别的声音 所有的这一切都在无声无息中进行 Sherry扬在我耳畔中 毒物中似乎有什么东西 大概就是那位山神老爷的原型了 水中这些浮尸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都被这毒物所吸引 不停的飘进其中 一旦进去好像就被吃掉了 我对谁有两者 这可真够邪门啊 不管那山神是何方神圣 照他这么个吃法 这么多年以来 得有多少女尸才够他吃啊 这些尸体又是什么人呢 胖子 胖子趴在地上做了个耸肩膀的动作 嗯 甜小的 诡智的 不过那些浮尸好像还真没穿衣服 这里离着有点远 看得模模糊糊的 咱们不妨再靠近一些看得清楚 去再做计较如何应对 Sherry扬连连向下回首 让我们把说话的声音再放小一点 指着西面小声说 这些都不重要 尾巾之计 是正好趁着山神吃女时的当口 咱们从边上偷偷溜过去 万不可轻动的那些东西 对那山神老爷究竟是老僵尸 还是什么山精水怪 我一点兴趣也没有 最好绕过去 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 从葫芦嘴出去 毕竟我们的目标是 献王墓中的牧尘珠 而不是专门来和这洞中的 山神老爷为难的 我们把枪支分开 各拿了一支长枪 紧紧贴着洞壁 也不敢打开 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照明 就这么缩在狼牙般的 半透明山沿阴影里 像电影里放慢动作一样 缓缓向前移动 这段山洞中 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碎石 如果动作稍微大了一些 就会产生响动 三人不免都多加了十二分的消息 我们都知道 涅足前行的铁律千万不能急躁 奈何身上携带的装备和器械太多 结果还是出了岔子 我们身上都背着枪 我和胖子背的是芝加哥打自己 Sherry扬带的则是剑威 不知道是谁的枪托 刮倒了一块山石 那石块直落入水中 发出扑通一声 在静悄悄的洞穴中 这微小的声音被穷顶型的洞壁放大了十倍 水面上那无数浮尸都停了下来 好像那些女尸已被我们惊动了 正在盯着我们看呢 我心中一灵心想完了 但是还抱着一丝侥幸心理 和胖子和筛瑞扬趴在原地一动也不敢动 只盼着那红色毒物中的山神没有察觉到 更不敢向那边望上一眼 没时间读书 那就倒听途说吧 家家听书馆 欢迎您继续点播下一集